你看那個水耶 你看水耶 魚啦 魚 你看地上的 你看那魚都跳出來了 你看那邊啦 真的耶 高雄光榮碼頭小海豹旁 地震一瞬間 海面好幾百隻魚群跳來跳去 水光波動就像沸騰一樣 民眾邊拍邊驚呼 簡直太驚奇 真的 地震的時候 你看這些魚 好多魚喔 好多魚喔 上百魚群變小光點 瘋狂跳出水面 還有在高雄潔定及台南 還有魚溫遭殃 幾百隻虱目魚 嚇到飛出水面 躺在馬路上跳啊跳 那我讓我就百幾歲啊 都跳出來流淋啊 地震 地震 地震會比較低 因為它是比較敏感的東西 水體的震盪 可能就是來據這個地震波的影響 然後造成這個震盪 然後去驚擾到魚類 在水裡面感受得到地震波更強烈 是是 專家解釋 地震波在水中會放大 震度更強烈 驚擾魚群 震度恐怕超過五級 在台南還有釣蝦場 池水則被震到瘋狂搖擺 像大波浪 突然就是整個很左右搖晃 水本來很 那個池質應該是很高 可是水整個晃出來 對啊 所以就覺得很可怕 第一次看過這麼大的海浪啊 池里大波浪就像海盜船一樣 不斷左右晃 縮性沒有人員傷亡 一場地震天窑地動 把魚全都震出來 統統嚇壞 記者 賴慣章 蔡武言 羅蔡堯 台南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